兩輛消防車熱情灑水 迎接奧運英雄 七號上午大約七點二十分 羽球射箭射擊隊凱旋歸國 桃園機場擠爆將近五百名粉絲 舉著各式海報和布條 為自己心儀的選手熱情呐喊 就很開心 我們看那個林陽 我們從前面很多場 我們就很認真地看 我們很激動 差不多五點 辛苦他們 然後很謝謝他們為台灣爭光 家屬更是藏不住思念 樂天女孩陳世元 一見到男友王麒麟 就手牽超緊 王麒麟還忍不住 對陳世元來個摸頭殺 不過一到入境大梯 王麒麟就快跟搭檔李陽捏梯梯 我們還沒結束 所以有什麼感動的話 就等真的要結束的時候 我們再來講就好 希望四年之後 有機會能繼續努力 再努力一次 二十八歲的李陽 下一步將會到國立體育大學 開設運動專長訓練課程 眼前網友發現這是必修課 球類系學生都能上到 目前是只有這門課 然後也希望說 可以培養更多的後進吧 有機會的話 看可不可以參選 羽邪的理事長 羽球一切戴資營 不同於賽場上 綁頭髮的俐落造型 難得放下頭髮 也讓粉絲大讚超美 至於抗愛成功的 三十四歲羽球一哥周天成 也喊出四年之後 想再戰奧運 這次其實狀況還調整得不錯 我是還會繼續去征戰 然後希望還有機會代表 台灣去參加下一季的奧運 奧運好手陸續返台 面對未來規劃各有不同 粉絲除了祝福 也期待留在賽場上的選手 繼續為台爭光 記者與身形曹文年 森豬小組桃園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